搜索效果去 布爾奇強陣台灣搜救隊遠赴當地救災 不眠不休 救援超過100小時 總算任務結束 其中正在最前面的隊員 手中握著台灣國旗 共130人 包含搜救隊員 護理師和5隻搜救犬 12號傍晚 列隊排斥好幾排 向災區敬禮致敬 分7次搭上巴士 要撤離往阿德雅曼機場 準備返台 但在這次的跨國支援救援中 發生小插曲 一名任職東海大學業 馬斯教授他是托爾奇人 地震當天人在家鄉探親 加入擔任翻譯志工 卻發現台灣的搜救隊 日前疑似發現了生還者 但阿德雅曼地方單位 卻把台灣搜救隊請走 他們又要請我們在找哪一個位置 因為我們台灣的技術比較好 台灣救難隊尋找生還者 一刻都沒收集 反倒是自己人 土耳其地方單位 讓他有些難受 還有我的隊長跟我說 葉教授你不用放在心裡 這個是正常的 他說現在我們不用在意這個人 台灣消防署也為此回應 以不影響搜救工作為前提 全力配合分區協調中心 和當地政府的要求 都是為了要達到最高的搜救能量 目前台灣隊分題詞撤離 這場救援土耳其任務 也算順利完成 TV新聞綜合報導